这是2024年的一个鲜美开端 这样一锅 冬天里热热乎乎的来一碗 简直是幸福感爆棚了 而外皮还有点酥 就像它又吸了汤汁 它还保持了一定的酥口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任律小丽 今年的冬天是不是格外的寒冷 我相信各地的朋友都感受到了这股寒流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热气腾腾的 有面 有肉 有汤 非常适合在冬天再新年去吃的黄鱼面 黄鱼的鱼骨煮了汤 鱼肉放在面上是胶头 一条鱼物尽其用 一点都不浪费 这里面熬汤是一个关键 今天我用的这个黄鱼是鲜黄鱼 60多块钱一条 它已经帮我杀好了 洗的时候注意一点 就是把这个内壁的这个黑膜 还有红的这种鱼骨 上面附的这个血都洗干净 鱼肉清理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鱼鰭剪掉就好了 就为了煎这个鱼肉可以不粘 让它风干一下表面 把它放在这边控着水就行 大概需要控一个小时左右 当然如果你是非常着急要做 也可以用厨房纸巾 把它表面的水分充分地给吸干 煎炸它的时候它不会溅出油 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保持一个完整性 尤其是鱼肉的部分 煎鱼的时候注意刀最好是锋利一点的 就在鱼鳍下方入刀45度角入过来 这个刀是贴着鱼的竹骨 这样平着过来的 这样就得到了一块完整的鱼肉 这两片鱼肉是我们要放在面的表面 我们用盐和胡椒腌一下 让它有个底味 如果你调鱼觉得特别不新鲜 腥味非常重 你也可以拿料酒 葱 姜什么的去腥 就是反面也咽一下 听到吞口水的声音 我们把鱼骨剪成小块 或者切成小块都行 我们就不吃了 我们是用它来熬汤的 这时候锅子已经热了很久了 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 做鱼汤的锅尽量大一点 最好是又能炒又能煮的一个锅 把鱼骨放进来 放点姜片一起 先不要翻动它 让它单面定型 也就是它蛋白质凝固了 你就刚倒进去就开始翻 它肯定就粘在锅底上了 这一步就是充分地让鱼煮炸透炸香 释放出所有的水分 这时候一直是中火 沾一点锅没关系 还要用煮水嘛 所以它总是会掉的 大家看炒到这个程度 那个肉不打团了 就是酥酥的感觉了 差不多可以了 这时候有助一个要点 就是要把火改到最大 加入的水是刚刚沸腾的热水 这两个是它更好乳化的关键 比起拉前师傅的还是差点意思 这种没有马上变白 你不要担心 保持大火这样让它煮 10分钟左右 可以看到这个鱼汤就已经非常白了 很浓郁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行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出来了 我是拿了一个眼儿比较大的漏勺 有这么一锅汤煮什么不好吃 煮面之前我们先煎一下鱼 也是热锅 凉油 放两片姜可以让这个鱼不容易糊 我们先把鱼皮炒下放进来 饺得这么厉害 哇塞 这条放错了 两面都煎熟之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面今天煮的就是这种细面 我觉得黄鱼面跟这种细面更配一点 或者是煮的是粗面的话 也可以在另外的一个水里煮好面条再放进来 面煮好之后我们就把黄鱼放进来 稍微煮一下 这有点像是刚炸好的油条泡在豆浆里一样 它也保持了这种刚出锅的酥酥的口感 另外它也吸了一些汤汁 和这个面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在出锅前调味 我只用了三种调味料 一个是香菜 一个是盐 一个是白胡椒粉 这样就可以热乎乎的一锅直接上桌了 眉毛没有了 全部掉光了 这个太鲜了 我觉得你说这样一锅汤的煮什么能不鲜呢 真的 哇 面条也是吸足了汤汁那种鲜味 而且鱼肉也是 嫩嫩的 你看这 而且外皮还保有了那种刚出锅的有点酥酥的感觉 太鲜了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碗面 因为外面要花一二百块钱买的黄鱼面 我们自己在家做 它不香嘛 这样一锅 哎呀 冬天里热热乎乎的 来一碗 简直是幸福感爆棚了 太喜欢了 大骨鱼 太好吃了 这是2024年的一个鲜美开端 祝咱们在一整年里面都能吃到非常喜欢的 健康的 安心的食物 这一整年都吃好不好 拜拜 那这个黄鱼面可以帮你打开思路 我们可以用它这个想法去做各种各样的面 比如说今天年初我做过 嘎鱼 煮春笋 然后煮面 还有前段时间跟粤菜的老师阿庆 用鲤鱼在家煮出奶白的鲜鱼浴汤 不管用什么鱼 吃肉也好 喝汤也好 做面也好 煮菜也行 煮出你喜欢喝的那个汤的味道 哦 给大家一看 鲜黄鱼在那个电商平台上 居然有2000多块钱一条 反正我觉得做碗面条 就是还是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这个 能力范围内去做就好了 吃的也舒坦 也安心啊 没有那么的紧张 万一做坏了 也是能把它安心的吃下去的 默田